你看看 像不像 像 简直一模一样 医生 谢谢你 不用谢 你可以出院了 你说你 一个外卖员得送多少外卖 才能凑钱把自己整容成大明星林宝拉呀 三年前 我明明和林宝拉一样 是大明星 值得吗 值得 虽然说林宝拉是现在最新的整容模板 不过 整张脸都要整成她这样的 你是第一个 你是她的粉丝吗 对 我是她的黑粉 你讨厌她 那为什么还要整成她的样子 当然是为了取代她 林宝拉 你疯了吗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订婚以后才告诉我 这件事情如果让顾总知道了 你们婚事黄了是小 得罪了第一大家族顾家 你和我的林家 还有葫芦吗 爸 我错了 是我年幼无知 却剁了胎 在肚子上流了伤疤 可是我也很后悔啊 你帮我想想办法 帮帮我 行了 行了 宝拉心思单纯 她也是受害者 你吵她干什么 眼下当物质疾啊 就赶紧替孩子想想办法 怎么把那个顾总给骗过去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有办法啊 妈 顾总今天回国 今晚就到了 我该怎么办啊 赶紧把你眼泪擦擦 我去开门 你好 我是送外卖的 这是零点的水果 送外卖的怎么走到这里来 你新来的吧 送货走后门 这是正门 夫人 对不起了 赶紧给夫人道歉 对不起 等一下 宝拉 你过来一下 干什么 过来 你 抬起头来 你 跟我来一下 你 跟我来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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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替身 替身 是什么意思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你做外卖员 一天也赚不了三百块钱吧 这张支票是三百万 只要你做我的替身 陪顾锦言睡觉 怀上他的孩子 九个月之后把孩子伸下来给我 这三百万就是你的 不行不行 小姐 我怎么能冒充你跟顾总睡觉呢 你以为我想 要不是我不行 这种好事 能轮到你 好了 要是被顾总发现 以顾总的身份和地位 不仅我的命 连我家人的命都保不了了 对不起小姐 这件事我做不到 再加三百万 六百万 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那要是被发现了我 你放心 我不说 你不说 就凭你这张脸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发现 像 真像 连我都差点分不清了 不过你不要因为长得像我 就对顾锦言有幻想 小姐 我怎么敢跟您相提并论呢 长得像你是我的荣幸 算你有辞职之名 对了 你身上有没有胎记 伤疤或者纹身 没有的 那你把衣服脱了 怎么了小姐 我当然是要检查了 我要确保 你身上没有伤疤 没有纹身 免得你被顾锦言记住 漏气了 好了 把衣服穿上吧 这是房卡 我跟顾锦言结束之后 今晚就靠你 听着 别耍把戏 每次你回来之后 我都会检查你的身体 你要是敢偷偷做记号 让顾总记住你 你就完了 知道了小姐 林宝拉 你毁了我的一生 不仅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还能嫁给首富顾子 这公平了 我绝对不允许 林宝拉这个人 是个小偷 三年前我和她 都是小明星 仅仅因为在选 最美女演员的投票中 我得了第一名 她就烫伤了我的脸 不要 林宝拉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不要 不要 要怪 就怪你长的这张脸 我要你当不了演员 我要你顶着这张脸 无论走到哪 都让人耻笑 后来 林宝拉接手了 之前和我签合同的电视曲 大红大字 而我 却要顶着这张脸 送外卖 还为月经的战 我靠 咱这么丑来送餐呢 看到你都饱了 都饱了 都饱了 我的一生 被毁掉了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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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要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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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 还没 还没 在想什么了 在想你啊 你以为做记号就一定会被看见 有些看不见的记号 一样能让顾总记住 情愿怎么变得这么热情啊 你不喜欢这样吗 喜欢 谢谢你 我先回去了 昨晚太亲烈了 链子都给我扯掉了 链子都拽坏了 说 昨晚顾总要了你几次 好了 你的包包拿了 你的包包拿了 景颜 谢谢你 你的脸怎么了 好像是过敏了吧 过一会儿就好了 景颜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没事的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小姐 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说 昨天顾总要了你几次 小姐 你别生气 确实 平时在我面前装乖 背后花招一大堆 肯定是你在顾总床上 卖弄风骚 下姐 小姐 你误会了 误会 我误会什么了 难不成你是想说 顾总喜欢你 顾总都没亲过我 一定是你耍了些什么花招 蛊惑顾总 小姐 不是这样的 你脖子上这些是什么 还说不是 你干什么 妈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贱人 宝拉你疯了 你要是把他打伤了 顾总起疑心怎么办 妈 这个贱人勾引顾上 我要是再不管 他就要爬在我头上了 这能怪谁 要怪 就怪你这不争气的肚子 他现在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你 你今后也得注意点 听到没 喂 景颜 好了 今晚有空吗 有空 当然有空了 好 我让四姐去接你 嗯 滚去换衣服 今晚要陪顾景颜 你要敢动什么歪心 被我知道了 是要不了你 来 把燕窝吃了 夫人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配 吃吧 你啊 只有调理好身体 才能早日 为我们宝拉 生下孩子 晚上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里是 这里是我的新家 爸 你是第一个到这里的 您宝拉这样恶毒的人 却被顾从这样热烈地爱着 这公平吧 宝拉根本就不会弹气 但他为了维持形象 一直谎称自己会 请颜 我弹一首歌送给你吧 我弹一首歌 我弹一首歌 怎么了 是我弹得不好吗 弹得很好 但我觉得 你的身体才是最美好的一季 不错 我弹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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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的秘书来了 让他进来 好 你赶紧下去 被人发现我饶不了你 是 小姐 今晚是顾总的回国宴 国内所有顶级的少爷和小姐都回去 顾总还说了 要你务必和他一起去 我会的 这是顾总送给你的礼物 北京星 这是那条在拍卖会上 价值十个亿的项链 是的 这顾总 不愧是首富太子义 好阔绰人 那我就先告辞 说 你在床上发了什么早 竟然能让顾总送给你十个亿的项链 小姐 我没有 我跟顾景颜认识五年了 他从来都没有送给过我礼物 你肯定是甩了什么花招 小姐 我怎么敢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要不是长得跟小姐相似 顾总看都不会看我 更别说 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了 行了 你又打他干什么 就不怕顾总问洁 妈 我才是你女儿 你为什么要向着她说话 还不是因为你不争气 如果你能生孩子 哪有这么一大堆破事啊 妈 你可别被他骗了 他这个人 不老实 绝对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赶他走 不要让他再当我替身了 不行 还要等他生下孩子 如果没有孩子 就算你能顺利嫁给顾总 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会被发现 妈 难道要等他把顾总勾引走了 你才相信我吗 你才认识 妈答应我 等他生下孩子的那天 就是他的死期 我会让他 满场而死 那就你 这个妆不错 今晚你就化这个妆 跟我去参加宴会 小丑 景言 这项链怎么有点紧 明明是按你的吃饭买的 哪有 一点都不紧 刚刚好 她是谁啊 她是我的女佣 因为长得丑 大家都叫她小丑 是吗 小丑 是的 多亏小姐不嫌弃 给了我一份工作 景言 我还挺善良的 对吧 年会马上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林宝浪 今晚的小丑 其实是你啊 你好 过总 终于回国了呀 恭喜恭喜 回国家订婚 双喜临门 你小子真有福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 大名鼎鼎的影后嘛 全国人民都知道 影后 你这尊人可比照片好看多了 不愧是能让顾总花巨资 买下北极光的女人啊 完了 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你 还有 顾总 你这也太重影后了吧 送了十亿的项链还不够 还有礼物 我想都不敢想 静言 你还要送我什么呀 就是那个 钢琴 就是那个 钢琴 这台钢琴我可见过 这不是前两天 那个全国有名的钢琴大师 表演时用的那台吗 我去 这可是顶级钢琴 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来 厉害呀 顾总 这都被你搞到了 影后 顾总对你也太好了吧 要是我能有顾总 这样的未婚妇就好了 怎么样 喜欢吗 当然喜欢了 弹一曲 试试看 对呀 影后露一首吧 我可是听说你从小就学琴 那技术 堪比钢琴大师呢 就是 我也听说过 影后 你就上去给大家弹两首 注注信吧 让大家都欣赏欣赏 毕竟 看美女弹钢琴这种事情 一年也没有几次嘛 别害羞 去吧 好 怎么不弹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不弹 该不会是不会弹吧 不可能的 难道影后不会弹琴 别瞎说 我没瞎说 你看她那首饰 点都不像被提琴 昨天段小姐别是吗 对外声称是大提琴家 结果呢 连大提琴和古琴都分不清 这是巧合 这影后不会也是这样吧 对不起各位 我家小姐不让我说 但我不得不说 对不起各位 小姐不让我说 但我不得不说 我家小姐手受伤了 暂时谈不了琴 没错 我不想扫大家的信 但是确实手不方便 改天一定弹给大家听 影后鼠受伤了 还坚持跟我们弹 顾总 你这位婚妻真不错呀 你说怎么了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那好吧 下次再谈 等一下 这位是我的女佣 要不让她弹琴 给大家听吧 她长这么丑 谁愿意听她弹 是啊 而且她一个女佣 配得上有这么好的琴吗 小姐 我 大家放心 平时都是我家她弹钢琴的 她的水平 虽然比不上大师 但是给大家支柱性 还是可以的 既然大家想听 就让她弹钢吧 行 就让她弹吧 开始吧 小丑 这不是昨晚的群子吗 你是谁 你是谁 顾总 我是小姐的女佣啊 谁教你的这首曲子 还能有谁 当然是我教的 顾总 对不起 先吵了 你先出去吧 是 我找你出丑 你竟敢出风口 不是的 小姐 是您吩咐我去弹钢琴 我才去弹的 我不敢违背您的意思 你当我傻吗 是个破送外卖的 怎么会弹钢琴 我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钢琴 苍然是为了接细讯 只是最后 那个橘子被你敲了 好了 他们都走了 你不舒服吗 好了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人有点多 不太适应 走吧 算你走运 等回家再收拾你 过来 昨天弹琴还好好的 今天手怎么就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难道是有了 你说什么 你有了 好像是吧 你喜欢这个孩子吗 当然 秦妍 怎么了 相恋在她的脖子上 是合适的 还不是宝拉 哎呀 顾总啊 你今天怎么亲自 把小女送回来了 宝拉怀孕 伯父伯母 你们要多多照顾她 你有了 嗯 哎呀 这个真是太好了 静言 你先回公司忙吧 别担心我 那 今晚见 嗯 清新鲜 你挺有能耐 竟然能让顾总 亲自送你回来 小姐 我装什么蠢 昨晚弹琴的账 我还没给你算呢 妈 竟然为了这个贱人 打我 你要打坏了 欣欣肚子里的孩子 你还怎么下给顾总 林宝拉 以后再让我发现 你对欣欣动手 我可对你不客气 你们是我的父母 还是她的父母 为什么都将着她 小姐 起来出午餐吧 别饿坏了身体 你还好意思进来 我看见你这张脸 就已经饱了 你是什么狐狸精吗 连我爸爸妈妈都被你蛊惑了 小姐 老爷和夫人对我的态度 只不过是因为 我肚子里有孩子罢了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我只不过是小姐的替身 生孩子的工具人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我只求我生完孩子之后 小姐能兑现承诺 放我走 顾总给你买了这么多礼物 还对你这么温柔 你舍得走吗 顾总现在对我好 是因为不知道 我是小姐的替身 我对顾总没有任何想法 待在顾总身边 只会有暴露的风险 更何况小姐对我有恩 给了我六百万酬劳 我现在只想拿着 这六百万离开这里 算你有点脑子 快拿过来吧 林宝浪 很快 你就是我的替身了 哎 顾总 你怎么来了 好了 我对你放心不下 所以特地给你叫了医生 看来需要条例什么地方 什么 医生 林小姐 我会先给您抽血 做个全身检查 请您不要紧张 还要抽血啊 这样 顾锦炎不就知道 我没有怀孕了吗 锦炎 要不还是算了 我每年都体检 身体没问题的 那怎么不一样呢 你现在怀孕了 我要保证万无一失 锦炎 我其实 晕血 要不还是别抽了 没事 这样 我护着你 看不见就不怕 顾总 等一下 顾总 等一下 我刚记起来 小姐早上吃过早饭了 不是空腹的话 是不能抽血的 抽血的话 确实是空腹比较好 好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也是我自己舒服 那既然这样的话 医生 要不我们下次吧 嗯 锦炎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哪里的话 现在 你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好好休息 嗯 那我跟医生先走了 嗯 差点漏馅了 秦星星 你反应挺快嘛 小姐您对我有恩 这是我应该做的 顾景炎 以后应该还会找医生来警察 没完没了了 这样吧 以后你在家就不用戴口罩了 像在外面一样 咽我的替身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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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宝拉 是你让我做你提升的 你可别后悔 小姐 请喝茶 秦星星 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冒充小姐 疯了 管家 你懂不懂替身的意思 替身的意思就是见到我就应该像见到林宝拉一样 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 再有下一次你就给我滚出这 是 宝拉 我告诉你 你可有福了 这位是林宝拉的经济人召集 王导最近拍了一部新电影 到处在找女主角 我求爷爷杠奶奶 好不容易把这上下关系给你打理好了 约定今晚就去面试 快走 哎呀 走啊 小姐 这位王导是那位大导演吗 就是他 超级大导演墨静王 小姐 你知道吗 我最喜欢的导演就是他了 好好表现啊 今天你要是被他选上了 今年的影后一定还是你 广大 我给你介绍一下 不必了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好了 不介意的话 可以开始实习了 没问题的 导演 哎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讲粤语吗 会的 来 考考他 如果天楼点击我发振头了 我会和你个女仔 讲生个节 我爱 如果非要是这份爱情 加一个旗篇的话 我希望是一万年 嗯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会武术吗 会的 去 考考他 三 二 一 action 宝拉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这种东西呢 没想到 宝拉多才多艺啊 很适合当我的女主角 导演 不如今天就定下来了 像我们宝拉这种 人美戏好又多才多艺的 当其不好约的啦 好 宝拉多拿过来 这太好了 你看看 你可得多跟导演学习啊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并要求乙方承担我约金一个亿 要的就是这条了 小姐 小姐 赵姐给你呢 什么 你先下去吧 这合同怎么回事 他问过我了吗 我签合同 疯的 我看看 这是跟大导演的合同 这是好事啊 你急什么 爸 这个戏我演不了 导演又要会粤语 又要会功夫 我一个也不会 不会你去学不就好了 来不及 马上就开拍了 我什么都不会 这不是让我去出丑吗 也是 那干脆推了吧 不行不行 这合同上写了 违约要赔付一个亿的违约金呢 多少 一个亿 一个亿 那咱们怎么赔得起啊 要不 我找顾景颜帮忙 我是他未婚妻 他肯定愿意帮我付违约金的 胡闹 你去找顾景颜 你要怎么说呀 你告诉他 其实 还上他孩子的 另有其人 你告诉他 其实你是一个 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 我怎么办 直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爸 你的意思是 没错 让星星替你去研 不要 他抢了我的故作 现在还要抢我 以后的位置 我绝对不允许 那你能怪谁啊 如果你足够厉害 没有任何人 能抢走你的东西 如果你足够优秀 那这个就是你的机会 爸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 你闭嘴 这件事情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来 知道你没安好心 我要划了你的脸 我要划了你的脸 好了 我一开完会就听说 你今天实习实得很不错 恭喜你 谢谢 为了恭喜你 明天我来接你去剧组 好 你是故意的 你想让我在全国面前出丑 不是的 那你就是想让我赔一个亿的违约金 贱人 你敢反抗 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只是劝你想清楚 如果今天你把我的脸划伤了 明天郭总见了 你怎么交代 导演见了你又怎么交代 如果小姐觉得自己也能应付 那就动手吧 你以为我不敢吗 导演你放心 剧本我会回去仔细研究的 我当然放心了 我还是很看好你的 导演似乎很喜欢你 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没想到 真的有能跟他合作的一天 你以前不是说 他是你最讨厌的导演吗 是吗 可能我变了吧 你确实变了不少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会粤语和攻凤 演员嘛 什么都要会一些 请一按 谢谢你 他究竟是谁 郭总 走吗 走 等一下 这个粗心鬼 贱人 果然不老实 干什么 装什么 管家都告诉我 你那天故意穿我的衣服 装成我的样子 听小姐带你去试戏 就故意让我赔薇薇金 你现在才发现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个贱人 早就想取代我了 你敢打我 你 我告诉你 我接近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取代你 为了今天 我已经整整等待了三年了 你究竟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金可欣 你是 你是金可欣 没错 我就是金可欣 不可 你已经死了 你已经跳河死了的 金宝拉 托你的福 我的确想一了百了 我的确想一了百了 孩子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你别管我了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 什么事都没了 你就让我死了吧 你还这么年轻 什么毁了死了的 你看我 不也这样的艰难活 不过我命不该绝 林宝拉 是天意如此 我们又见面了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你敢算计我 我要杀了你 你要干什么 没事吧 写言 我才是否拉 你们 你们脸 怎么是一样的 因为他是骗子 他冒充我 简言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简言 是他冒充我的 金可欣 你不要忘了 你是我的替身 你们进来 在简言面前 颠倒黑板 我不是谁的替身 我是原生 倒是你 为什么要转容成 跟我一样的脸 金可欣 你无耻 替身就是替身 你不要以为 整容成跟我一样的脸 就可以取代我 简言 你看看我 我就是宝拉 你这不出来了吗 你们 怎么回事 妈 爸 这个贱人 他反咬一口 说我是替身 你们快帮我 告诉顾总 谁才是替身 爸 妈 我肚子里怀了 简言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 会是替身呢 顾总 没错 他才是曝拉 爸 你在说什么 那些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顾总 你闭嘴 你们不说 我说 顾总 他是我找的替身 因为我 你 你 你打我 这就是你冒充 我们家宝拉的教训 来人 把这个疯子 给我扔进精神病院 我不是替身 我才是去丢的领宝拉 放开我 放开我 一切都是你最有应得 那个剧本 是你故意拉过车里 为了让我去救你 没错 那你说说 我现在应该叫你 林宝拉 还是尽可信 对不起顾总 是我骗了你 你骗了我什么呢 林宝拉说的没错 我才是替身 我整容成她的样子 就是为了靠近她 取代她 逼疯她 其实对我来说 你不是替身 那我是什么 未婚妻 胡锦言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不是林宝拉了 你猜 我是故曾未婚妻 我是影后 就是这里了 宝拉 我不是替身 我不是替身 我是故曾未婚妻 我是影后 我不是宝拉 我是影后 我是故曾未婚妻 宝拉 你忍不住我们了 我是妈妈呀 不 你是替身 孩子 我是爸爸呀 不 你也是替身 你们 你们都是替身 都是替身 都是替身 是 是 他 词 谢谢大家